台湾人的智慧、勤奋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 都是台湾软实力的展现 我们将带您走访那些默默耕耘 为台湾这块土地努力付出的各个人物故事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湾软实力 921大地震 这是一场撕裂大地震毁无数家园的大浩劫 然而每当幽暗到访光明必然也会到来 许多热心的人纷纷在此时伸出援手 为这片土地带来希望 而王美珠并是在此时伸出了他温柔而坚定的手 不只温暖了受害家属受伤的心 也带领一群之前躲藏于暗处的孩子重建光明 我始终相信即使上帝关了你道门 必然一定会为你开启另一上的船 在关了这道门以后 你会从你的窗户里面 看到更多的希望 更多的爱和光明 就像我们这一群孩子一样 热心工艺的王美珠 原本希望借由举办各地艺文表演 抚慰921灾民 替他们忘却伤痛 却因为一位母亲诚恳的希望 让他改变了计划 创立了专攻身心障碍儿童表演的小剧团 到底 这位奉献一生于工艺事业的梦想家 背后有着什么样不为人知的奋斗故事 快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去了解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来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是专门为身心障碍小朋友设立的剧团 听说他们才刚演完一出非常有趣的戏嘛 现在赶快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位于台北市的记忆发展协会 是民国八十年设立的非盈利组织 内部设有才艺班剧团与乐团 专门提供身心障碍者 一个可以培养自信与才艺的空间 而王美珠所创设的剧团就在这里 哈哈哈哈看到我这个头套了 没有错我今天就是演三只小猪里面的猪妈妈 看看李懿身上这么可爱的戏服 没错她所扮演的就是三只小猪里的妈妈哦 不过既然有可爱的小猪妈妈 当然不能缺乏反派的角色 你是谁 我是大野狼 哇忽然跑出来一个超级有威严的大野狼 他是成阳 台风架势都非常到位 不只是剧团的表演衣戈 还是最不可或缺的开心果 不是啦 不是啦 你没有照着我的剧本演 要不要要怎么演 这还要我说吗 来 头到 哦哦 李懿和程杨被编剧狠狠叮了吧 这位对演戏非常要求的披风小帅哥 其实是剧团最近新出头的小编剧齐南 由于文笔跟绘图能力非常出众 现在可是剧团的灵魂人物呢 虽然杨阳是一个糖宝宝 齐南是一个自闭儿 但是他们的才华 他们的努力我都自探不如 只是因为社会上对他们的不了解 所以让他们没办法真的充分地发挥他们的才感 我希望说借着这个表演艺术的舞台 让他们展现才华 能够展露自信 无私为身心障碍儿童奉献 散发温暖光芒 照亮他人的王美珠 他背后的人生故事 却满是曲折与幽暗 民国三菱年代 那四个物质缺乏 卫生环境不佳的贫苦年代 家境清寒的王奶奶 从小便是在这种穷苦的环境下度过 能够依靠的只有母亲微波的收入 那时候我们的家很穷 只靠妈妈卖吃的维生 可是我妈妈非常地热心帮助别人 她会免费地帮人家接生 收金 甚至于以前有一个阴雅的孩子到我们家 后来她还偷我们的钱 我们都很生气 妈妈告诉我们 她来偷钱一定是有她的需要 有她的困难 我们应该帮助他们 这也许就是仲效我 愿意帮助人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吧 然而厄运却不幸降临在 王奶奶热心助人的母亲身上 为了拯救一名被狗攻击的小孩子 王奶奶的母亲舍身被咬 因此染上狂犬病 不幸过世 失去母亲的一家人 顿时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 妈妈去世以后 爸爸还是成天地喝酒 也不管我们 更不给我读书 只要我读书就会被挨打 他认为女孩子读什么书 那时候我五年级 我们是编到放牛班 就是不升学的班级 就像王美珠所深信的 每当上帝关起你一道门 必会开启你一扇窗 就在王美珠进入放牛班 未来暗淡无光之时 影响他一生的人出现了 那时候我的导师呢 是叫做李天宁老师 他认为我继续留在放牛班是很可惜 所以在跟校长讨论 跟我现在的导师讨论 最后就把我让我到升学班 我也很幸运 可以考取了神力不为你忠 有了老师的提拔 王奶奶展现了惊人的读书才华 成绩优异 最后顺利考取了高雄女师 为了感恩母亲与老师热心助人的精神 王奶奶发誓也要帮助他人 成为照亮别人的明灯 我为了要想要效好的老师 我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帮助 像我这样的孩子 让他们的人生有了一个光明 当了老师以后呢 我觉得很愉快 我真的能够作为英才 在学校里面啊 很多人都不喜欢当特教老师 因为当初的特教老师被贴标签 那我觉得当特教老师 蛮快的可以跟这些孩子天真无邪 在一起 但是天不从人愿 由于特教老师必须具备美术能力 而家境贫穷的王美珠 从小就没有什么机会接触美劳制作 因此无法成为特教老师 进入学校后 他被当时的校长要求成为体育教练 但想要帮助孩子的梦想 从来不曾停止 有个唐世正的爸爸来找我 跟我讲 他说王老师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这些孩子一个机会 让他们为大众所接纳 因为在民国七十年代的时候 大家对这个唐世正的孩子抱持着一种排斥 所以我就接纳我们同事呢 就成立了一个台北爱心慈善会智障服务队 专门为这些唐宝宝举办亲子的活动 把欢笑自信带给这些身心脏的孩子 让我最感动的就是 有一次在阳明山办活动的时候 那个家长背着两个唐宝宝的孩子 我是分不出 他脸上流下的是泪水还是汗水 但是我看到他嘴巴张得很大很大很快胃 所以我觉得很感动 我觉得我们从事这个身心障碍的孩子的服务工作 是一件值得的 王美珠的热情与付出 不只鼓舞了身障的孩子们 让他们走出慈悲 站在阳光下 甚至连非伸仗者都深受感动 又有一次那是在学校 因为外面下雨天就在学校办 那学校办完了以后 回去的时候家长就打电话给我了 结果家长跟我说 老师谢谢你 办这样的活动 他说我的孩子呢 他从来不晓得要谢谢我们 感恩我们 办了活动回来以后呢 他竟然会来倒水给我喝 他会帮我拿拖鞋 然后抱住我说 爸爸你辛苦了 谢谢你 因为我们今天去服务这些唐宝宝 我发觉我实在太幸福了 我要感谢爸爸 所以我觉得说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对身心障碍者跟非身心障碍者 都是两相得意的事情 想知道在学校举办多起活动 成为模范爱心教师的王美珠 到底是如何成为身心障碍儿童剧团的创办人吗 她又是如何带领剧团 演出令人感动的戏剧 获得各界掌声呢 最感人的故事 网告后马上回来 虽然得到了许多掌声 但是乐于付出的王奶奶并不以此为满足 她相信帮助别人是一辈子的事情 这份热情即使在退休之后也有争无减 于是在民国80年 她加入了一个以慈善为主的发展协会 继续为身心障碍者的福利打拼 刚协会成立的时候呢 就想说 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 在行动上也许不方便 可是他们的声音绝对是非常美好的 所以我也想发掘他们 把他们最美好的一方面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就成立了正音班 希望能够为他们开启另一扇窗 可是我们这个配音的 这样的一个计划呢 是失败的 失败的原因是因为 录音的那个空间不适合他们 他们有的坐轮椅有的入拐杖 那录音空间又窄小 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个工作是失败的 配音计划的失败并没有让王美珠退缩 反而让她在寻思过程中再度挖掘出幼年贫苦的回忆 灵感也在这时候浮现 小时候我很喜欢听广播剧 我常常会跑到隔壁家的收音机里面去听广播 然后把自己的悲伤 把自己的一切不愉快的事情都忘掉了 所以我就想这个广播剧的对人的一个心灵的释放 感情感的抒放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想我们失心障碍的朋友 也许可以走向这个广播剧这条路 有了灵感之后 汪奶奶开始多方奔走 克服了种种难关 终于做出了第一部广播剧 拆头缝 没想到意外的造成轰动 当时的导演看见了剧团的实力 在民国85年开始尝试舞台剧的演出 因为广播剧的演出以后 大家都觉得说很棒啊 那也给我们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 稍微一点点的信心 那我就觉得说 那么如果走上舞台剧是不是更好 因为我觉得透过这个舞台的续剧的训练以后 肢体的方面还有剧本方面 情感的抒发 对他们都有很大的帮助 但舞台剧一开始 团员因为长期受歧视 缺乏自信 不敢站上舞台 在辛苦的彩排下 第一出剧 《急诊室风波》终于推出 并在社会上造成许多回响 接着又陆续推出 《合珠新配》 《喜宴》等等巨马 成功展现了他们坚韧不拔的毅力 以及出人的表演才华 民国89年就在剧团逐渐步上轨道的时候 921大地震震毁了这片土地 有感于家属的悲痛 王奶奶毅然决定发函给各个学校机关 希望可以在各地表演 以身心障碍者的演出 去鼓舞受伤的心灵 然而这时候一个妈妈 却改变了她这个想法 921大地震以后呢 为了要抚慰这些受伤的孩子们的心灵 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剧团 想让他们在续继的疗愈之下 能够走出伤悲 我们就发函给台北县市的各中小学 这时候有个自闭症的妈妈到学会来找我 说可不可以给他们这些孩子一个机会 让他们能够美梦成真 能够站在舞台上 能够接受演出他们真正的故事 然后获得掌声获得鼓励 当然是有交无类 希望能够为这些身心障碍的孩子们 做一些服务工作 所以我们就这样地接纳了这些小朋友 就是在这番体悟之下 让原本以成年人为主的剧团 另外加设了专为身心障碍孩童 所设的小剧团 然而孩童们的训练 远比成年人更显得艰辛许多 很多孩子情绪还不稳定 加上成员多为脑性麻痹儿 说话不清楚 平衡感也不佳 要他们被太复杂的台词 或是做很复杂的动作 都会太吃力 然而愿意付出的人 有远都在 一群性聚系的学生 自告奋勇成为他们的隐藏天使 我们那时候都是就透过 陪德桑子的那个影剧科的同学们 来做我们的影子 所谓的影子演员就是 他们穿黑色的衣服 或者跟他们穿同系列的衣服 小孩子们讲一句话 他们再跟着讲一句话 甚至他们跟他同时讲 做一样的动作 这样来带领他们演出 千辛万苦之下 小剧团的第一出戏 大头便聪明了 便在更新实验剧场上演了 孩子们宛如天使般 单纯可爱的演出 绽放出一般人 所不能及的耀眼光芒 深深感动了这片土地受伤的心灵 创造出场场大爆满的佳鸡 虽然以身心障碍 孩童为主的剧团造成轰动 但适合演出的剧本并不多 常常难倒了王奶奶和导演 剧团刚开始 都是由他们找一些金铁故事 来改编演出 但题材非常的有限 就在他们苦无解决之道的时候 一颗闪亮的编剧猩猩 悄悄地冒出头来 猜出来了吗 没错 就是一开始我们介绍的奇男 拥有丰富想象力与创意的他 现在可是剧团的御用编剧呢 到底他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原来是从美人鱼这出戏开始的 原本美人鱼是一个自闭症 孩子长得很漂亮 那结果因为他情绪都没办法控制 那本来要请他缓串 就他说不要了 我不要缓串了 那之后就导演那个姚尚德义 姚导演他就说 那我们可以改剧名叫做 美人鱼之人鱼王子 所以他今天穿的就是我们人鱼王子的衣服 对 经过了多出戏剧的磨练 奇男的才华越来越突出 不但能自己发明角色 字编台词 最后甚至能写出完整的剧本 第二年要演那个小红帽 我正好不容易写一张写得很痛苦的时候呢 他突然拿剧本来给我说 奶奶我写好了 你写好了 对啊 我一看哇 天救了我一命 他写得真是棒耶 到底奇男写出怎么样令人赞叹的剧本呢 快来听他本人说说看吧 你是为什么会想要就是写小红帽的剧本 其实呢奶奶可能忘记了他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跟我说过的时候呢 奇男下一出呢要来写小红帽 可以的话呢你再帮奶奶想 然后呢我就去帮他写小红帽 这个字的小红帽故事呢 我想到了另外一个由大野狼跟猎人的故事 叫彼得与狼 所以呢我也就把这两个故事都给融进去 所以呢就是你看到小红帽呢 不是单纯的在演说的小红帽呢 独自一个人还随后呢奔着笔的猫咪小鸟跟鸭子 今年刚推出的新剧三只小猪 其实便是奇男的最新杰作 生动活泼的创意 连舞台设计都直呼吃不消 因为有太多效果实在太炫 必须绞尽脑汁才能做出道具布景呢 不只是多才多艺的奇男 许多小朋友也是在剧团中 真正了解自己的价值 并借此培养自信 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像是平常害羞可爱的程杨 就因为剧团 发现自己有当威风角色的天分哦 这么害羞 你是演狐狸的角色对不对 对 你喜欢演戏吗 非常喜欢 真的哦 从什么时候开始 加入剧团开始吗 我第一年去给微姑娘 我的角色是狮子狼 狮子狼 嗯 然后妈妈的老二 第二年去这个 白雪公主 你是演白雪公主 对 你是演公主吗 她是演国王啦 我以为你是演公主 演国王 嗯 嗯 然后第一年去 人与王子 她演国王 真的哦 那你都是演国王的角色 可爱的程杨 威风起来可是无人能及哦 在最近一出三只小猪里 她演的就是面恶心善的 威风大野狼 快来看她可爱的表演吧 那你现在可以演一下大野狼给我看吗 嗯 来一小段大野狼 对 啊 大野狼来了 大野狼来了 怎么办 大野狼来了 大野狼 小猪一只把插 到我的角龙起发小 哼哼哼哼哼 招持魂水地 啊 啊 哇 哇 我们要吃一顿高鲁猪了 下一段将告诉你 王美猪为了帮助身心障碍者 竟不惜负债两百多万 而看着王美猪不顾一切的付出 她的家人是如何支持 竟让李懿忍不住鼻酸落泪 他们的剧团又有什么小小的梦想 等着大家帮他们实现 精彩内容 千万别走开 其实 现任团长王满玉的儿子 也是一名脑麻患者 当年 他便是因孩子来剧团而深受感动 进而投入资金 协助剧团 并成为团长 一直都跟着小朋友来做 因为他脑胸麻痹 他行走不方便 所以彩排的时候 一定是我必须要带着他 到这个地方来 那我们也可以请秘书长讲 当初他进来的时候是什么一个情况 当初这个妈妈很辛苦 因为那个祥春啊 行动 根本没办法走 都是妈妈这样 好好地这样拉着他 把那个儿子又不愿意 然后两个坐在那个地方 还记得是那个地方 记得是那个地方 记得是那个地方 因为怎么样的啊 因为刚好是青少年时期 国二嘛 那时候国二进来嘛 真是青少年时期 他觉得说我都已经身心障碍了 你还把我在这个 就说对对对 让我来什么喜怒哀乐啊 来做这些表情 他觉得他也很无奈 王满玉的儿子胡祥春 随着彩排 也开始在剧团发光发热 更以优异的成绩 毕业于台湾大学 能够带领祥春 走出这样璀璨的成就 王美珠的剧团训练 可说是功不可没 因为我对剧团是不离不弃 因为我觉得我小朋友 是在这边被鼓励 在这边有产生他的一个自信 而不管他在演员表达 也进步了非常多 因为你知道一般脑麻的小朋友 都是口齿不是很清楚 肢体也不是很好 他们的张力都很辛苦 像譬如说我儿子左边 左手左手就完全是握着拳头的 他也没有办法去伸展 可是导演就给他演一支小女 叫小巧儿 就是一定要展翅 所以你的手 你的这个手一定要飞 要展翅 你即便是这样子 只飞一边也不离 导演就一直给你拉开 是不是他的肢体就进步了 讲话也是变得有自信 大声 以前是小小声 后来这样一直训练 给他们机会 他演得也相当好 他的肢体也进步 虽然他做的能力 可是他的上半身 他的肢体有进步了 超级大半身 还睡 这不会数珠啊 为了孩子 王美珠认为 再苦也值得 他的坚持 让他荣获各方肯定 旅获报导 与各方奖项 民国九十年 为了进一步 帮助身心障碍者 王美珠开设了一家 绣球花餐厅 雇佣身心障碍者 当厨师与员工 想再替他们 创造就业机会 最终 却以倒闭收场 惨赔两百多万 伤心难过 是在所难免的了 可是我感觉 我还是成功的 因为我所雇佣的 五个身心障碍的孩子们 他们学会 本来都不愿背书的 认字的 竟然为了要 跟人家订 跟人家写那个订单 所以他学每一次都 会拿着注音符号来教我 要我要教他 然后念给我听 说他念的对不对 他写的对不对 会开始认字 而且有的身心障碍的孩子 本来都是不想跟你要分享 结果在餐厅里面 他学会跟你要分享 所以我觉得 在本质上我是成功的 王美珠之所以 始终能如此坚强 充满活力 除了他自身的努力 更因为他拥有深爱他 愿意支持他理想的家人 在此我们请他的女儿 留心运来谈谈对母亲 不凡付出的感想吧 你们小时候会不会觉得 心情很不平衡 觉得妈妈都没有陪我们 都在陪外面的小孩子 我记得我当时在 德国念书的时候 有一天说到我有一封信 当时我妈刚办完一个活动 她就说 如果问我说 我为身心障碍朋友 付出了什么 她说答案是我的妈妈 体谅母亲 支持母亲 甚至付出母亲 深沉的亲情 连礼仪都忍不住感动落泪 因为家人的体谅与爱 王美珠因此能走得更远 让更多孩子 拥有温暖的家 2012年 在友人的鼓励下 王美珠决定带领剧团 走出台北 进行巡回全国的演出 但由于严重的资金不足 因而促成了 有生书意卖原梦的计划 我看了这本有生书 就是爱小可乐果剧团 这本书 以后我竟然情不自禁地 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我觉得说 有这一个 我很谢谢帮我们 做记录的所有的朋友 让他们的成长的点滴 有效的记录 我也希望这样的这份感动 能够让很多人来感动 只要你给我们机会 你就会看到生命的奇迹和恩典 谢谢大家 谢谢 许多人相信 捐赠实体的东西 比捐赠给一文活道来得有意义 但王奶奶始终相信 唯有给予身心障碍者 爱与自信的空间 让他们懂得爱自己 进而才可以帮助他们 与社会接轨 让他们成为有自信 有有工作能力的人 他积极而热情地奋斗故事 让我们看到这片土地 最温暖美丽的精神 也希望可以带给各位观众朋友 更多的勇气 积极拥抱自己的梦想 想知道一个男人 是如何放弃原先稳定的餐饮经理职位 为了梦想 义无反顾 甚至倾家荡产 只为了打造出最梦幻的乐园吗 精彩内容 千万别转台 为了我的梦想 即使耗尽家产 我也在所不惜 为了梦想 你愿意付出多少 牺牲多少 今天台湾真棒 将介绍一个愿意为了梦想 奉献一切的男人 蔡文杰 即使现实生活中 遇到许多挫折 他也从未放弃自己的梦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带大家来到的是 捷御之山站附近 要带大家去参观一个 非常特别的乐园 他可是一位大哥 牺牲一切 也非开不可的梦之乐园 到底是什么样 一个特别的地方呢 赶快过去看看 未处于捷御之山站旁边 蔡文杰的乐园 深藏在一般的住宅之中 没有明显的招牌标示 若不注意 还真不知道 这里藏着一个乐园呢 蔡大哥吗 你好 你好 这边麻烦你先换一下鞋子 要换鞋子哦 是 好 进去乐园前 居然还要换鞋 只见李懿乖乖地把鞋换掉 谁知道 好 那我可以进去了 那你消毒一下手 还要消毒手 是 到底是什么样的乐园 居然要这么费功夫 才进得去呢 各位观众 你们猜出来了吗 你们猜对了吗 这里就是 蔡先生的猫乐园 有没有看到 我身边 超多猫了 好可爱 你以为猫咪只有女孩喜欢吗 蔡文杰可是个不折不扣的爱猫大叔哦 甚至建了全国独一无二的梦幻猫乐园 特别布置明亮宽敞的空间 与猫用座椅 玩具 吊床 就是为了让猫咪 可以享受最幸福的生活空间 酷爱猫咪的蔡文杰 为了保护猫咪的健康与卫生 还要求所有进来参观的民众 必须要先消毒 换上干净的拖鞋 才能入内 我们创立这个猫乐园呢 目的就是让一些喜欢猫的人 跟家里没办法养猫的人 有一个很棒的 很舒适的环境 那我们这边的猫呢 也都非常的亲人 可爱 也很受所有的来宾的欢迎 不过 由于猫咪是非常敏感的小动物 所以蔡文杰会非常小心 不让客人做出让猫咪不喜欢的事情 比方说 哈喽 你好 抱抱好不好 抱抱 可不要以为猫咪可以像狗一样 想抱就抱 因为猫咪是非常敏感的小动物 硬来会让它们不开心 如果猫咪不喜欢还硬抱 蔡文杰一定会出面制止 很多人以为进来消费之后 就可以为所欲为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其实呢 这边还是必须要尊重猫咪的意愿 当猫咪不想让你抱的时候 就不要一直强迫要抱它们这样 你们常来吗 偶尔 偶尔来喔 那怎么会想说要来这边 因为这些猫比较亲人 比较亲人 所以你们家自己有养猫吗 没有耶 没有养猫 那你家有养猫吗 没有 都没有 可是你们是喜欢猫咪的 喔 所以那你觉得这边可以提供 就是你们这种想养猫 可是又不能养的人一个 就是一个可以来就是 跟猫相处的一个空间 为了让客人与猫 都能享受最高品质的互动 蔡文杰细心挑选出 较活泼的代客猫 在外与客人玩耍 剩下的猫咪 则在安静的VIP室休息 目前猫乐园里 总计有约40多只的猫咪 最多的时候 甚至高达60多只 爱猫曾吃的蔡文杰 是否能够认得出 每一只猫咪呢 让我们来测试看看吧 你有这么多只猫 你每一只都认得他们的名字吗 那当然啊 每一只都是我的小孩 当然每个名字都记得啊 可是有些真的长得很像耶 像 这一只叫什么 这只叫Lisa 那这一只呢 这只叫Maple 跟他们两个花纹不是一模一样吗 他们两只都是三色的 可是那个Lisa呢 她这边眉头这里 她白的部分跟Maple是不一样 而且他们感觉上 Maple看起来就更娇媚的感觉 对 还配平感觉 是是是 哇 太厉害了 连两只看起来简直像双胞胎一样的猫 蔡文杰也能一眼就分出来 正是由于蔡文杰将猫咪视如己出 所以在蔡文杰的眼里 再像的每只猫都有它特殊的个性 区分起来自然毫不费力 那这一只是谁 这一只叫Cookie Cookie 嗯 那那一只 叫Pussy Pussy 这一只 丫头 丫头一直发出声音 她在撒娇啊 高兴的声音 可是她的声音超大的 很像鸽子一样这样 咕噜咕噜 对对对 那就是独一无二它的特色 除了会学鸽子咕咕叫的丫头之外 乐园里还有另一只按摩大师 银丝卷 只要你趴在地上 银丝卷就会跑来帮你按摩 她与她的哥哥虎皮卷 是店里头的一对活宝 最喜欢到处抢别人食物 所以都养得肥肥胖胖 超受客人的欢迎呢 然而热爱猫咪的蔡大哥 其实一开始所从事的工作 和猫咪并无任何的关系 因为我在学校念的也是属于 光光餐饮科的 那应该是说我退伍之后呢 就到日本去求学 那一边求学一边打工 后来回到台湾也是 一直从事餐饮的工作 那餐饮呢 后来也是担任到外厂的经理 这样 就在这时 一个经营宠物店的朋友 刚好因故无法经营 而将店交给他 那是一间 以贩卖猫为主的宠物店 让酷爱猫咪 渴望创业的蔡文杰非常心动 因此毫不犹豫地 接受了这个提议 那所以我们宠物店 是开在天母 那因为我们认真的经营 所以生意也越来越好 虽然生意很好 也让蔡文杰 多出许多时间与猫咪共处 然而宠物店的经营模式 却始终让他难以接受 我们一直都不太喜欢 一般宠物店的经营模式 就是把猫咪当作商品在贩售 因为这样完全都无法去过滤 释养者他的职业 或者说他的家庭 适不适合养猫咪 这样对猫咪是很不公平的 那有可能会造成 到最后就变弃养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 猫能够找到最适合他的养 所以我们后来就把这个 宠物店的经营模式结束掉 于是在经营了十年的宠物店后 蔡文杰决定彻底放弃 饭手猫咪 并思考如何替宠物店转型 一开始他想起之前去日本考察时 曾看到的猫咪咖啡厅 因此决定在台湾自己开设一家 然而最后却只开了一年便关门 当初我们猫咖啡 其实是我第一次要实现我的梦想 要去开这样的一个 心态的一个咖啡秀 那因为这也是从日本去 学习到的一个经营模式 因为我的咖啡餐饮 是做得很有特色 再加上我的猫咪是非常黏人 非常可爱的 那当时一开始都 生意都相当不错 那后来因为自己本身 也有在经营宠物店 那一个人要先雇两家店 就开始分身发疏 再加上人事变动 然后我们那里 其实是交通很不方便 那渐渐变成只有假日才有人 那平日就没有什么客人 后来我们就 不得已的时候就先 暂时把它结束掉这样子 在那之后 蔡文杰决定创立不同于 一般猫咖啡厅的路线 打造一个野猫为主角的空间 因此梦幻的猫咪乐园 便这么诞生了 我们这个猫主题乐园的 灵感来源呢 其实有部分呢 也是来自于日本取经回来的 那因为 连日本人到我们台湾来呢 都会觉得很惊讶说 为什么你这里的猫这么亲人 然后可以让猫咪 这么快乐的在这边生活着这样子 可爱的猫咪乐园 虽然是全国首创 但是却叫好不叫做 平常那时候没有什么客人 但一到假日却涌入大批的人潮 为了突破逆境 蔡大哥决定把自身的专业 喊乐园做结合 于是开了一间猫咪餐厅 其实当时我们要 经营这个宠物餐厅的时候呢 当时已经有很多别的地物 别家地业在经营相同类性质的 那因为我们做的 跟别的餐厅呢 有很大的不同 比方说 我们不让人家带宠物进来 然后我们也不会 让我们的猫咪出去外面 再加上我们的餐呢 是很用心的在做 做的很有特色 猫咪餐厅虽然让业绩大幅的提升 但是店里的环境 却让猫咪的情绪非常的不开心 想知道身为超级爱猫达人的蔡文杰 是如何兼顾餐厅野猫咪 达成双赢局面的吗 她还打造了什么梦幻美食 让李懿赞不绝口 蔡文杰野猫咪之间 又有什么感人的小故事呢 最温馨的内容 广告之后与您见面 当初来店里面的许多客人里面有很多很爱猫的人 但也有一些根本对方不认识 不了解的客人 因为假日的时候呢 整个里面都是客满的 平日呢他们跳到桌上都OK的 可是当客满的时候 他们就没有地方可以坐 会被赶来赶去的 那猫咪就觉得莫名其妙 为什么要被赶走 那我们看了也觉得蛮心疼的 再加上人一多地上就脏 地上脏那猫的脚也会脏 那健康也会出现状况 后来我们就觉得 不能让猫咪这样子健康这样的恶化下去 我们就决定要把餐厅跟猫把它分开来 为了猫咪的健康 蔡文杰毅然决定将餐厅与猫咪分开来 独立开设了一家冰店 以及一间猫咪乐园 位于猫咪乐园对接的冰店 便是蔡文杰现今的店面 除了提供新鲜水果制成的超美味创冰与冰沙 还有美味的茶饮与各式点心哦 哇 哇草莓冰耶 现在是草莓的季节吗 对现在草莓季节刚开始了 刚开始 所以这个草莓有特别要选用哪里的草莓吗 有啊目前我们这是最新鲜的大虎草莓 哇 超香的 那草莓味道 而且还有差点草莓酱 那草莓酱也是自己做的吗 那也是特制的 美味的草莓冰 以新鲜的草莓与果酱制成 品质挂保证 让来消费的客人 不只能享受跟猫咪玩耍的乐趣 还能大饱口福哦 看李懿吃得如此陶醉 就知道有多美味 来我们这边的看猫的客人呢 凭我们这边的消费门票呢 就可以换取我们的饮料 然后带到对面的猫乐园去享用 这样 不过带饮料进入乐园可要注意 绝对不可以边玩猫咪边喝哦 因为要是不小心打翻弄到猫咪 可就不得了了 对于这点 蔡文杰可是十分坚持 还特别著名在入场说明中哦 蔡大哥亲手打造的猫咪乐园 是以猫为主角 人才是配角 这里呢 要尊重猫不可以强迫它 而且大部分的猫 几乎都是用蔡大哥亲手洁身的 并细心呵护着长大 这里的每一只猫咪都是我们的亲身骨肉一样 那我们都希望能够给它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甚至把它们养到终老为止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只要猫咪开心 蔡大哥就喜满意足了 猫咪好像知道蔡大哥对他们的付出还有关心 也毫无吝啬地尽情地展现他们对蔡大哥的爱 这个猫咪每次都让我很感动 就是只要我一靠近他们就马上靠过来 不管他们当下在忙些什么 就会让我觉得很窩心这样子 然而与猫共享的时光虽然甜蜜幸福 但也总是太过短暂 无论多少挫折都挺得过来的蔡文杰 却总是忍不住在与猫咪生离死别之时落下眼泪 蔡大哥你养这么多只猫咪 那一定很常遇到生理识别对不对 嗯 经常的就一定会碰到的 大概多久会遇到一次啊 这也很难讲 尤其有一些猫年纪大了 总是会走上这一步 嗯 仿佛了解蔡文杰的难过 猫咪们在临走前都会显得依依不舍 我们常常会碰到有一些 他离开的时候 也是舍不得走 都一直不可能合眼 一直等到我们回来 嗯 我们抱着他 跟他讲讲话 他才愿意合眼 哦 对 就等于是在等你们 在等我 就是见最后一面就是 是 嗯 能跟动物一样 都吃得会僵硬嘛 是 那当我们回来 我们跟他讲讲话 抱抱他 他就整个全身就变乱了 嗯 对 所以其实 他过世还可以感受到 你的那个 我觉得这让我们觉得 真的是 猫咪这么疼 他们真的是没有白疼的 嗯 是 无数次的分离心碎 蔡文杰用爱 孕育这些猫咪 最后也以浓浓的爱意 与不舍 将它们一个个安葬 送回天国 我也知道这些猫 每一只都是你的宝贝 然后你也非常地呵护它们 把它当自己的孩子一样 那它们死 就是过世之后 你要怎么面对自己的心情 嗯 我就当作这是人生的课题 那它们每一只猫 都是小天使 都在这个世界上 是有证明的 嗯 那当它来完成它的用之后 它就要回去 嗯 因为每一只猫 都是那么心爱的 嗯 让它们离开 都会心疼得不得了 嗯 是 是 所以现在其实 心情都可以 调试的 就是 已经尽量就是让自己 保持一个 比较平静的心情 是的 是的 经历了一次次的挫折 甚至倾家荡产 蔡文杰对猫的热爱 却丝毫未减 至今仍坚持 工作上的任何决定 都要以猫咪的幸福 为最高标准 将来有机会的话呢 我一定要再开一家更大型的 猫咪主题乐园 让更多爱猫人士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地方 更棒的一个地方 或许会被人称为傻 但蔡大哥对这份梦想的执着 对打造乐园的热情 以及对猫咪深沉的爱 不是也十分的令我们感到敬佩吗 毕竟梦想人人能做 但真正能为梦想付出的人 才有成功的可能 各位观众朋友 你愿意为你的梦想付出多少呢 希望看完今天的故事之后 你们能够鼓起勇气 朝自己的梦想前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